65 戴公報 女教師移受情困自慰亡 2015年7月4日 港文A13 戴公報信 記者周慶邦報導 情關難過 一名26歲兼職女教師 作臣在沙基灣金華街 跟男友同居單位外 被發現用絲根自慰迷 男友發現立即將以昏迷的女友解嚇及報警求助 女士主送醫院搶救後不治 女死者父親民訊趕致 在醫院臉房內見女兒一面時不禁傷心痛哭 而因感情問題困擾輕生女子性上26歲 據其父透露 女兒性格外向 身形簽售 生前在 當與勇一間學校做兼職教師 公如喜做義工 助人為樂 更不時會帶隊郊遊 故被太陽曬至皮膚憂黑 父親子女兒雖以遷出與外籍男友同居 但每日仍會致電與他聊天 想不到他會如此結束生命 案發現Viu長衛金華街四十一號舊樓一記例沖涵 A 作臣接近巴士 女士主向同居三十七歲外籍男友表示 往屋外吸煙 據了他去了多時不見回家 男友誰出外獄找他時 刻然發現女友在寄繞公共走廊 以一條絲巾綁在鐵喉上之例 男友慌忙將他解下及報警 釋送抵東區醫院搶救藥 半句忠厚不治 女死者父親接獲通知趕到醫院 由男友及警員陪同網簾房見愛女為用事 中男強引男兒類痛哭失聲 警方調查期間在死者住所未有發現遺書 但據其男友及女死者有人透露 獲釋女死者與男友因感情問題頻分手 警不排除女死者因感情困擾而慶生 案件初步無可疑